好 歡迎各位收看這一集的Kids發燒排行榜 知 知 聽說是要聊七夕 知 知 聽說是要聊北韓核彈 知 好聽音樂等你聽 反正看一把招你就可以任何國際的情勢 或者是音樂最新的資訊都可以一次掌握啦 對 一次都掌握到歪掉的 什麼 歪掉 那你知道你在歪掉啦 好 大家好 我是強妮 我是Kiki 很高興又可以跟美女合作了 其實每次跟Kiki合作 那我第一個反應就是覺得說 Kiki 你最近越變越漂亮了 你想要做什麼 沒有 想要做什麼 一點都不想 對我來講就是這個妹妹你知道嗎 好 是 那這個妹妹呢 你看臉型也變了 眼睛散發出光彩 仔細看 Forker 沒有 你看那個攝影大哥 他完全就是在那邊偷笑 然後身材也變了 就感覺到說他每天的穿著啊 天啊 我要幫你變高 他是有一點點 呃 現在已經是要進入秋天 不過他整個穿著是進入春天的感覺 你知道嗎 What happened 蛤 What happened 你要跟聽眾戀愛了是不是 沒有啊 就是 喔 對 因為我就是見面會還在囚辦中 到時候會跟大家面對面 所以我最近就是有好好的跳舞 還有瘦 瘦 瘦身 瘦身 等一下 有點欣稀 Kiki的粉絲見面會是幾號 大概 目前應該會是21號 呃 幾年 10月21號 幾年 今年 哈哈哈哈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可惡叫我開支票 哈哈哈哈 好啦 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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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Kiki真的是為了把 最美好的影片呈現給大家 他真的花了很多的功夫 好 不過呢 那這一次 雖然說 很多的網友說 是不是Kiki把我們忘記了 哪有 我只是在整理名單而已 對 而且呢 當天還有這個 很多的surprise special guest會來 對不對 你要贊助我們禮物 好 我們會有這個 特別的來賓會來 或特別的禮物會來 哈哈 其實呢 說實話啦 最近這陣子我們都知道 北韓的核彈的威脅 真的讓整個亞洲地區都動盪不安 是人心惶惶 對 那Kiki也考慮到 像這樣的國際情勢 所以他一再的想要把這個見面會 往後移 那我的感覺是呢 身為世界上的人類公民的一份子 對 他像這樣他幽谷幽民的情懷 love and peace 對 讓我們覺得是非常的敬佩 對 但是呢 現在又沒有什麼飛彈的危機 或是核彈的威脅 所以呢 在今天節目一開始 還是逼他把這個日期說出來 各位 各位 你們很久了 但強烈哥幫你們做到了 好嗎 好 來 接下來我們介紹我們 華語榜新進榜的歌曲 本週呢 一共有四張新進榜的專輯喔 那Kiki 你先來介紹這個第一位 好 第一位呢 是本週第一週 進榜就成為第18名 對 他就是我們的廣播大前輩 鄭開來 Kyle 鄭開來 其實跟鄭開來認識是超過20年 這不是一般人能夠有的經歷 對 可是這20年完全沒聯絡 是個舊友舊友的概念 是 認識的朋友 那你們當初怎麼會認識啊 那時候的 那時候我是台北人嘛 所以我那時候都在台北 在做一些DJ的工作 那鄭開來他本身也是 我們還曾經是同事喔 那時候在台北有一個 非常大的 成衣的賣場 那時候的紡織業在台灣 還是非常棒 所以他做了很多成衣 就不一定要銷國外啊 內銷也可以 他就弄了一個很大的一個 經濟起飛的時候 對 對 對 弄了一個很大的一個成衣賣場裡面 賣什麼衣服啊 褲子啊 什麼鞋子 什麼都有 然後他的音樂呢 就是由我們外面的 這個有蓋一間音樂的DJ室 什麼 是像我們現在的Open Studio嗎 對對 對 那個電行叫做流行頻道 還是什麼的 就是Fashion Studio 他就請了四位DJ 一個其中就是鄭開來 另外一位是我的師父 他是新加坡人 叫Sabrino of Sabr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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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三位呢 就是我 還有第四位的是我的師弟 我們的聲音都不錯 然後我們就做節目 怎麼會有人說 我們的聲音都不錯 那也是經過他們的關 考核的 而且我們要播的音樂 也蠻適合那個賣場所要傳送的 因為它賣的是年輕服飾 我們都會播一些舞曲啊 或什麼的 播音樂很重要啊 因為像我去買東西 如果它播很沉悶的 我就覺得 唉 趕快看看先走好了 但要是那種興奮 我就會天啊 只挑一件不夠 對對對 所以音樂有時候 對於買賣東西來講 很重要 也是一個俏門就對了 那我們曾經就是在一起工作 不過後面我們本職 就是在夜店裡面放歌啦 那個只是白天的daytime job 然後那個時候有認識過鄭開來 對 就覺得這個人是文職彬彬的 他真的是文職彬彬的 很有禮貌 很有教養 好 那麼現在他也在廣播的路上 也是打聽了非常多年嘛 對不對 那鄭開來最近也推出了 個人的作品叫在一起 第一週就成為我們Kiss發展航行榜 第19名 恭喜大家的前輩 事實上我也應該叫他前輩 對 事實上 因為你們對我們來講都是大前輩 沒有沒有沒有 而且那你們那時候 如果客人經過會拿著衣服 這樣走過在那邊看你們嗎 會會會 他會激在那裡 就算動物園裡面的看猴子一樣啊 對啊 我買了新衣服 猴子要不要穿 好有趣喔 哇塞 下一步呢是吳卓元 本週第一週期榜是成為東洋榜 這個華語榜第9名 來勢洶洶 叫1點28 是晚上的1點28分嗎 對 也許吧 也許要睡到下午的1點28 好 講到他吳卓元 其實他很厲害 因為他就是 從小就學習古典鋼琴 8歲移民到澳洲 然後還是繼續的學習古典芳琴 而且他就是多才多藝 他還到美國的博物課來音樂學院去學習 拿到了學位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認識了吳建豪嘛 有得到博樂的享受 是 欸我記得他的歌聲啊 你不要看他那個年輕的臉孔喔 他的歌聲就是讓你覺得說 會起雞皮疙瘩耶 很有磁性 是 而且他這一次呢 他發行的專輯是 這張專輯裡面沒有任何一張CD 你想說我買專輯怎麼會沒有CD呢 電子時代到了 有秘密 有秘密 只要打開 他每一頁都有一個QR Code 你用你的手機連上KKBOX 用這個QR Code掃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下載這首歌的歌曲 喔 所以他裡面就不要用CD啦 你看每一頁都有一個QR Code 這就是現在未來有可能發行CD 你買到了好像只是一本寫真集 其實不是 他裡面有一些東西 是可以讓你掃到他的VR Code裡面 直接下載到你的手機裡面囉 之前我們也是介紹過辛莉恩 他是用也是這樣掃QR Code 去看他的MV 3D的這個4D的東西對不對 哇科技真的是日新月異 逼周近榜就成為第九名吳卓元 好好地聽聽他的歌 好接下來馬上再變成了 這也是一位新人叫情魚子 真的是有點情魚子的感覺 嗯 情魚子我記得他以前有跟熱狗合唱過一首歌 叫同學會 同學會裡面那個女生就是他嗎 沒錯 喔 情魚子這位女生她也是非常會唱歌 十米海 也參加過非常多的歌唱選秀節目 這一次他的歌曲裡面呢 有一些是中國風有一些是搖滾的 可是他唱起R&B喔 唱起一些比較沉痛的旋律 絕對會讓一些失戀的人得到非常大的輔慰 對 而且他聲音也是那種很有厚度的 對 是的 好 好 最後一張CD我們要介紹的是 曾之橋 CD還沒有來 但是音樂已經來了 我想說怎麼辦 我要拿這個 CD還沒有來喔 但是他的單曲都會先丟給我們 他們音樂電子電子化時代嘛 音樂都先丟給我們了 我們也熱播了 他在這個一發行呢 馬上銷售就 平紅盤 而且在我們的KISS發燒排行榜 華語榜上面 馬上榮登第一次進榜喔 第五名 太厲害了 是不是因為最近 巧巧跟王子演的偶像劇 非常受歡迎 一定是 也有加成的作用 受到注目 而且你看 他跟那個Sweetie這個團家 屬於Sweetie嘛 劉品妍也自己有以戲劇代表做了 也有歌唱方面 那巧巧呢 戲劇不錯 可是他光是單曲 光是歌唱專輯就等了十年 所以他說這次能夠再有機會 他其實有的時候連做夢都沒有想過 真的 好 那麼也恭喜珍之喬 珍之喬也加油 是本週的我們的第五名 沒錯 沒有 第四名也是蠻值得推薦的 她是那個Lulu 我很喜歡她 Lulu耶 Lulu唱第四名她歌很可愛 OK 也可以介紹給小朋友聽 對 他說她現在是唱跳小天后 是 不過第一名呢 我們還是再次恭喜我們的韋伯 她在我的手上很久了 恭喜 Lover No.1 Coming Home的潘韋伯 對 她的異類專輯 回歸 王者回歸 累積三週冠軍了 好 我們今天講那麼多啦 有 那今天很高興跟Kiki來做搭檔主持 每次跟她主持一把照 我就覺得說 哇 真的是 自己的年齡越來越大了 哪有 不是 太好笑了 因為她剛才呢 就是有很多好像腦袋裡跑馬燈 要想過要講什麼形容詞 然後找半天 這個不要 這個不要 不然等一下我出去我就慘了 對 她怕我就是暴走 好啦 歡迎來參加Kiki的 Yay 見面會 見面會 然後我不一定會到場 但是我會準備一個禮物給大家 真的嗎 你自己說的 我自己說的 你這樣的風範就是令人驚養啊 大哥 是 驚養啊 對 那我要送紙紮的東西嗎 欸欸欸欸 不要亂講話 哈哈 還是要送花籃 好啦 我今天謝謝大家收看一把照喔 還是送對臉 你怎麼跟我沒說啊 農民七月還沒過啊 是是是